今年都沒有拜過年 我整個新年用了兩天時間和媽媽去日本 然後回來就去了韓國 所以就得到一個沒試過不拜年的新年 不過也很特別 其實平時新年起碼先躲大半個月 沒那麼快做事 所以預備了的禮事都可以派給大家 我覺得很好 做事的時候派禮事 可以派到 你不是說阿嬌的禮事嗎 沒有 沒派到阿嬌的禮事 昨天我很開心 因為昨天上電台做節目 我派了一封禮事給Doo姐 我是覺得是用一個開工禮事 開封大吉的心情 然後我覺得很沒大沒小 但好像說來你試試 就是這樣 Doo姐有沒有收 有啊 很開心 這些是祝福 沒有派給你 沒有派禮事給你 沒有啊 沒有 他沒有恭喜我 收到榮祖移封禮事 大家都懷著一個黑人問號的心情 去派和收 哇 好啦 哈哈 對 我來說